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 在上海 我和各位 今天的市场其实和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关注的要点 表现的都是一致的 首先就是在科创50指数上 因为昨天科创50指数 是相对来说表现最好的一个指数 同时也是成交量 配合的最佳的一个指数 那今天科创50指数 在整个市场当中 似乎也成为了一支独秀 我觉得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非常一个 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点 就是当下市场 其实还是没有更多的 成交量的配合 昨天也只是在1万亿出头 那么在1万亿出头的情况之下 你什么板块都要去动一下 哪有那么多钱 除非你放量 对吧 在没有成交量的配合的情况之下 如果想要有持续性做多的方向 那就得有所取舍 你不能这个也涨 那个也涨 昨天就是如果是像主板当中的 像券商啊房地产 对吧 会分流资金 然后如果在科技这个方向呢 昨天是机器人 然后到了下午的半导体 全天活跃的人工智能 然后还有部分的数据要素 你说这么多东西 让大家也不知道选什么 今天的市场呢 些许变化 比如说券商 感觉好像资金呢 是慢慢的在放弃 房地产有异动 但是呢 当有一些利好消息 慢慢兑现之后 资金也有兑现的意愿 而在TMT方向呢 依然还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所以接下来大家是依然可以在 不同的品种里面去找机会 还是要适当的降低预期 稍后呢 咱们来讨论一下 先来看一下市场 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 科创50指数 今天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 2.53%的涨幅 而且今天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啊 正好是在20天线的上方 也是直接呢 在我们前天的这根 阴线开盘的上方 然后留下了一个小的跳空缺口 成交量方面 今天是912亿 比昨天还大 昨天是778亿 你看今天市场的量 比昨天小 但是科创50是放量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阵指数的表现 上阵指数和其他几个指数 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类似的走势 就是在本周一的这根阴线的实体里面 来进行修复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但是今天呢 还有一个指数啊 创了阶段性的新高 那就是国正2000指数 刚好也是摸到了20天线 成交量方面今天是3100亿 比昨天也是略大一些 也是和科创50一样 把前天的这根阴线收复的为二指数 那国正2000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小票嘛 对吧 代表的是一定的操作性 科创50代表的是什么 科创50代表的可能是更多篇成长这个方向 所以算不算是已经给出了大家答案 就如果你阶段性的要做多 你要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咱们来听一听请到尹博士的三位嘉宾 如何来研判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周征 陶然 还有李琪琪 欢迎三位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好 首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 今天创业板和上证武林市绿盘报收 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成交额 成交额还是比较有限的 三市的成交额只有9,855亿 市场活跃度方面相较于昨天 涨停加速上是明显减少的 昨天是82只个股涨停 今天只有47只个股涨停 然后有三只个股是跌停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项目方面 昨天是超过90%的赚钱效益 今天是62% 所以昨天的情绪决定算是一个短期的高点 在微信平台上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咱们来做一个选择题 哪些TMT方向下一个阶段可以重点做多 A 数据要素方向有空间 B 人工智能的资金关注度高 C 半导体板块实现突破 D 机器人板块仍然有机会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E 这个其实偏谨慎一点的 因为这两天其实轮动了很多方向 所以是超跌轮动修复 大家适当地来降低一下收益预期 就是见好就收 是吧 也别觉得谁可能会成为主线 欢迎大家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好 首先来听一听几位嘉宾 对于当下市场的研判 我们先来听听周征的观点 首先最强的肯定是科创50指数 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科创50指数 连续两天最强 今天还是跳红上涨的 是能够怎么去看待它 是进一步确立了它领长的地位吗 我觉得这一轮整个市场的这么一个 就是处理之后的这种情绪的修复 那你如果从量价关系的角度上来说 科创50应该是领长的一个方向 因为在目前整个这个资量 资金可能短期还相对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 那么放量都放了在科创50的这个方向 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两天正在发行的 科创100 ETF的这个基金的这个产品 那么未来应该是发4值 每一资的上限是50亿 那么如果这个申购满的话 那么未来就是给科创版在指数 ETF上面会带来200亿的增量资金的这个配置的这种需求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去看 从整个的这个政策组合权这个当中 其实它更多的是稳定整个市场的预期 包括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 那么在市场情绪稳定了之后 其实后续能够推动市场向上的 还是要看资金它选择的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资金我们在结合之前 这个管理层提出的需要引导长期资金入市的这个角度 那么包括公募养老社保保险等等的这些这个资金 那么从这些资金的属性来讲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在加快整个公募基金的发行的这种节奏 那么除了最近要发4只科创100ETF的这个基金之外 还要发差不多将近10只国中正2000的ETF 那中正2000其实也是对应的中小市值的 是国正2000 中正2000 中正2000ETF 要发这么一个产品 那么发完了以后 其实它的增量资金的流向也是偏中小市值 方向的这么一种资金 所以如果你再去看北向资金的这么一个流向 那么更多的也是相对于权重类的个股 是这个增量资金是偏少的 那么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未来也会更多的偏向于科创 和偏向于中小市值偏题材成长的这么一些这个方向 所以你去看 就对于无论是对于整个市场的组合权 还是对于一些中长资金的一些导向的 这种引导的这个方向来讲 那么我们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应该就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你在节奏上你怎么判断的 会觉得短期就会加速上行吗 我觉得短期加速上行的这个 就加速上行肯定靠科技板块是搭不动的 加速上行那要动券商 那动券商的前提是要放量 也就是说科创50指数你觉得科技带不起来 我觉得带不起来 就是你会看到科创版这两天 其实它的阳线实体是缩小的 虽然量是放大的 对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它往上涨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分歧的 就是你量大了 但是你的价在缩小 那其实也是分歧是在加大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让人想让科创50走出逼公式的行情 我觉得市场的情绪还没有到这么强的这种地步 这个修复还需要有一段的这种过程 不过还有一个好的现象是 到明天为止中暴都披露完了 然后进入到9月份以后 中暴的对于市场的影响 特别是负面的影响 就几乎可以呼 就可以不用看了 那么后面就市场可能会去 有找一些新的这种逻辑 去进行相关的这种运行 好 就是从各大指数的角度来讲 倾向米还是更看好科技 或者是个股这个方向 但是从节奏的角度来讲 不觉得说会特别的快 指数的话 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有了科创100指数 它对于成长的 就是这种成分股 比科创50要更具有意义 好 科创100指数 今天也有2.27%的涨 好 来听听堂长 你怎么看科创版指数 接下来的表现 你会觉得说是短期还能够加速上行吗 不一定会加速上行 但是短期来说 我们认为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一方面的话 可以看到上周末的政策组合选出来之后 其实市场风格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个变化来自于 我们看到周一的这样一个走势 包括昨天今天的走势 其实在主板这边指数层面 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但是市场活跃度有所上升 这两天的成交量相比之前的平均成交量来说 就是有所提高的 而之前在降应花税之后市场会比较关注券商 因为券商基本上是风向标 参考那个08年的时候 但是这次券商直接走弱了 所以市场的关注度可能就会去关注到短期弹性好的这样一些品种 短期去博取收益 所以可以看到沉寂了一段时间的 特别是科技类的这些方向 这段时间又开始集体表现了 而科创50的话 它基本上其实就代表了半导体 半导体基本上是代表科创50的走势 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会有一定的持续 但是这位置不一定会加速 可能是半导体持续几天的这样一个表现 进一步带动科创50的这样一个上行 好 来听听李奇奇怎么判断科创版接下来的表现 最近其实周末一系列的政策组合 其实我认为本质上是扭转了市场的一种极致的悲观的预期 然后周一我们看到指数的一个5%的一个高开之后 全天呈现一个倒音线的走势 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盘中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可能悲观的好 乐观的也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周一的这样的倒音线的走势 其实也把场内的空头的力量 其实充分的释放掉了 因为可能到了收盘之后 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周围的人的情绪 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今天很英明 可能在上午或者开盘的时候我就抛了 然后到了收盘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 但第二天的走势我们看到 第一天大家是打房地产券商 第二天其实就是一个除了房地产券商之外的一个扑掌行情 然后到了今天第三天 我们看到像以科创版为主的 像TMT版块为主的一个方向走得比较强 然后前面弱的是像券商和房地产今天继续偏弱 那么我觉得就是走到今天 其实你可以看到市场试图走了几条线 就是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的打的方向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有的可能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能够初见端倪 可能确实是走弱了 可能后面要起来的话 上方已经在这三天当中存在着巨大的套牢盘了 因为你高位冲进去的人到今天为止 可能亏损幅度也偏大 在三天的幅度里面 那么到今天为止 如果你再反身向上要去解放他们的话 恐怕我觉得场内资金没有人愿意会这样做 所以我只是讲短线博弈的心态 就是但我觉得对大盘来说 可能确实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已经止跌了 那么我觉得就是 其实如果做一个逻辑推理的话 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在带动指数方面 比如说像银保地 我们看到其实今天银行的走势也是偏弱的 那么在主板像上证指数 或上证50为代表的指数 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可能会落于客创板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三天的逻辑的证伪 但是场内如果对整个系统性的风险的释放 因为政策的组合权的出台而告一段落的话 那么场内资金要活跃 可能现在更偏向于就是中小市值 往这个百亿以下的市值的股票去打 可能这是我目前就是能够下降一个结论 但是市场的主线要真正的明朗 是不是真的以TMT为首 或者说以芯片半导体 或者说是以数据为主 我们觉得就是后市可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博弈 也可能就是这两天冲高之后 TMT方向也会产生分化 所以这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应对的话 我觉得首先你还是需要去积极的调仓的 而不是说我在这边 比如说像之前套在券商了 可能我在周末看到利好 可能情绪比较高涨 然后礼拜一可能上午有意有回落 我就冲进去了 我觉得像这样的投资者 我觉得这两天你还是要想办法 尽可能找合适的价位吧 就是像券商啊 或者说像今天我们看到像广州也对楼市的限购有所松动 我们看到像房地产其实今天还是应该说是没有表现 那么我觉得就是像旧的债务周期的方向 其实我们也连续的提了几次了 就旧的债务周期我觉得整个在化债周期当中 还是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就是是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可能这个过程走到今天 我们看到像保利为首的这个大的一线头部的房企 它的定增可能在六月底就通过了 但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 它们定增其实还是没有实质性的启动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漫长一点 所以在这边如果说你在旧的债务周期里面 像地产为主的产业链还有就是像政策博弈前期 已经比较充分的像券商 如果你在这个方向上的话 我觉得后市逢就是有反弹或者有阶段性的高点 我觉得还是要去出来为主 积极的调仓的方向我觉得还是朝着 我们一直待会可能讲机会的时候会重点讲 但是我觉得首先你的态度是在这里是不能死拿旧债务周期的 这边旧债务周期还是要逢高了结为主 就是你比较确定的就是前面那一波的两条主线 一个是券商房地产是觉得暂时要放弃了 对 是吗 至于什么能够成为新的主线 现在还是在观察之中 是 是吗 好 那接着咱们就来说一说整个市场 其实你看这个市场 这三天的市场的表现 从周一高开然后出现回落 虽然那天高开回落 但是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 就至少让这个筹码活跃起来了 该卖的卖了 该买的也开始逢低去布局了 在第二天就体现出来了 到了今天呢 我们看到户市只有4100亿比昨天还缩量 然后放量的是科创50指数 就至少这个在成交量上 量价关系上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和有一些新的亮点的 那接下来的市场是不是还能够去做多 如果你做多 比如说你剔除掉了券商 剔除掉了地产 然后今天又是缩量 是不是你做多的方向就会比较的清晰 比较的明确 但是你一看上阵指数 包括我们的恒生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吧 今天恒生指数最终呢是跌幅不大 但是呢也差不多连续反弹了7天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位置上是可以进一步的做多 还是说再等一等 可能上阵指数这边 勉强收红了之后 它也要修整一下 我们怎么去观察 观察什么 然后找出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准确的一个策略的应对 周中觉得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 如果从 如果不讲短期 如果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说 你的中长期有多长 你是指三到六个月还是 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到今年年底吧 就从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吧 九十十一十二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应该悲观 就不应该悲观 就如果这个位置你悲观 我觉得那可能 未来的资本市场你要想赚钱 也很难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为什么周一的那根高开低走的 K线走出来以后 市场的情绪的反应会相对比较的大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 其实在星期周日的时候 我们晚间看到那个组合权 如果我们和A股历史上的这一些这种政策组合权去对比的话 从我的这个印象里面 仅次于2015年直接拿真金白银进入到市场之外 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政策组合权 然后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市场是相当于从卢安开盘算起 跌跌了指数跌了4点多 4%多 然后整个市场的情绪是进入到了一个冰点 就这个周一的这个市场情绪比上周五的那个市场情绪还要差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市场有可能是会进入到一个脾级态来的 这种从情绪上来说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因此的话 在通过周一的这个所谓快速出清做空动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首先在情绪的修复上和整个做多的力量上 它应该是有一个持续性 而不是一两天的这个行情就走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看其实政策的组合权它也不是着眼于短期市场的一些所谓的这种旧市的这种行为 它很多政策其实着眼于的也是中长期的一些 无论是对于减持的规定 还是比方说未来对于整个的IPO的融资再融资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包括未来引导长期的这些资金 这个都是着眼于整个A股市场长期的一个目标 而不是基于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背景 而且后面我们觉得政策还会出 我们现在看到了比方说给券商进行了一定的进行杠杆的这种松绑 未来我觉得这样的松绑应该还是能够有一些可以去预期的一些点 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跟资本上相关亦或者跟宏观经济相关的一些政策 前面李希希也说到了 房地产的这个松绑政策还在延续 地方化债的这个这个也在不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 那种种的迹象都表明我们现在其实宏观上是一个筑底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从A股市场上来说活跃资本市场的这个政策还是在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这种过程 所以说从这样的几个维度去讲 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没有必要悲观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 那你就应该还是从更多的去寻找做多的方向 这个逻辑出发去看未来有哪一些这个点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短期可能因为像券商房地产他们之前在政策博弈商中确实带来的是筹码结构的一些相对的需要有一个重新洗牌的一种过程 所以短期科技方向的筹码结构在交易层面上是更占有优势的 所以资金在短线上肯定会选择科技方向去做一些这种关注 但是如果时间在拉长的话 我觉得无论是券商也好 还是中策顾也好 还是科技方向也好 其实它有可能是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而不是一个单主线的模式 就是短期乐观就乐观在科技 但是中长期不悲观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个陶然也分析下主板市场吧 接下来你是觉得它也能够反弹吗 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但目前从走势上来看 对于主板的这个反弹空间或持续性来说 我们还是比较谨慎 而这个往后看我们认为可能还会经历一个反复 这个助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走完之后 我们认为主板可能向上的空间就会打开了 那主要说一下主要原因 首先就是我们从过去这个降硬化税之后 市场表现上我们可以发现 08年的时候市场下跌过程当中 是有过两次降硬化税的动作的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后续市场的确有过一波反弹 但是反弹结束之后就进一步驻底 所以由此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市场底的这样一个出现 它不能只靠政策 市场底往往都是自己慢慢探索 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回顾过往的经验 我们会发现市场底的构成 往往要经历一个冰点 不光是情绪的冰点 或者说流动性的冰点 或者说对于未来预期 或者说一些利好出来 市场开始无感了 可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底部才会慢慢出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我们从周末各种组合权 各种利好 到周一的这样一个市场表现 我们会发现周一是大幅高开之后 然后就直接往下走的 这当中反映出一些消息 就是首先就是当前其实整体市场的 持仓是比较高的 所以一个高开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先减仓 先回回血先减仓 然后另外也反映出 其实整体市场对于未来现行 其实目前来看还是不足的 因为在那么多利好下 一个高开 你不是用高仓位去博取高收益 而是直接先把仓位降下来 所以从这些因素就可以反映出 对于当前的这个反弹的高度 应该是比较有 可能是不足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再从周一 各种消息面影响下 集合竞价是有很多人 受这个消息影响追进去的 那这些人他的预期是很好的 他是认为这波政策 会给短期的盘面带来很大的影响 包括早盘前半个小时震荡的过程中 可能也有很多人进去 但是进去之后是直接被打脸 直接出来的 那这些人的预期 可能当天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这样的变化 未来在这根大实体的这个阴线 被收回的过程当中 就是反复的抛压 所以我们认为越往上可能 越接近这个阴线的这样一个开盘下 可能市场带来的压力就会更大 然后我们再看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 我们会发现除了政策上 政策底更加稳固了 其他方面并没有出现比较核心的变化 包括人民币 包括外资流出 没有发现 包括那个经济 实体经济的复苏 也是需要持续的这样一跟踪 持续的去确认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呢 我们认为短期可能在消息面的一些刺激下 市场有个反弹 但是后续可能还会经历一个 驻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指数首先空间上是有限的 对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在整个下跌的 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也经历了很多 稍后我们来说一下操作 为什么 就是我其实想要更关心的 或许说大家更关心 就是这个阶段 我们有没有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 有一定安全边际的 做多的修复期 咱不用说多大的行情 因为毕竟 你在若宏观的一个背景之下 你想要一个指数性的 这种全面上涨的行情 它不现实 但是我只是想说 就在连续下跌了之后 出了这么多利好的情况之下 同时呢 它也把短期市场的这种供求关系 实现了一定的平衡 你该要的政策都有了 该给的利好都有了 甚至现在对于量化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一些声音 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去规范 所以这个阶段 是不是大家可以适当的 你抱着一种谨慎乐观 做多修复的情绪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其实就是这个阶段 我应该怎么去做 稍后来听一听三位的一个结论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 她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 是出现了震荡分化 但是热点依旧聚焦于超跌的科技方向 那么短期之内 我们如何快速的找到一些科技方向当中的主题机会 扩大收益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那么在今天的市场当中 随着科技成长方向的多点开花 让市场人气大面积回暖 而我们在昨天重点跟大家分享到的机器人概念 依旧强者横强 今天跳空大涨1.78% 板块龙头三连板 风板加速更是有10家之多 同时还有52只个股强势上攻 表现十分优异 而目前整个板块尚处于低位转折初期 如果说您当下也想把握科技方向当中的主题机会的话 其实更应该着重于关注机器人板块的底部拐点投资机遇 因此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机器人板块当中的核心受益公司名单 领取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下载有看头加APP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从整个市场资金的角度来看 他们纷纷重点关注到了哪些方向 再来看下一张题版 那么从整个资金来看的话 是以科创50为首的科技方向 受到了资金的大面积全方位的回流 那么之所以能够受到资金的加速回流 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科创50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最新的滚动适应率是不足41倍的 处于历史百分位的15%以下 很多公司在当下来看已经足够的便宜了 这也符合资金当下高低切换的一个风格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报业绩基本会在本周落地 那么在经历了大浪逃杀之后 超预期的GU公司 势必会成为机构重点关注的高确定性成长方向 因此呢 今天我们把一些GU的科技方向当中的 细分赛道的龙头个股呢 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落实到公司层面当中 又有哪些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值得关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我们看到图中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一个案例 这家公司呢 是国内领先的云管理服务 以及数字化的供应商 而公司整体业绩是稳定增长的 在风格切换到科技的同时 今天直接向上突破WD警线位 走出较为清晰的右侧启动信号 配合筹码风的突破 其实已经积蓄了充分的做多动能 后市有望迎来波段性的上涨 再来看一下第二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是消费电子当中的细分龙头了 叠加每年下半年 其实都是消费电子的销售旺季来看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有资金在进行一个先知先觉的关注了 而且公司业绩同比是增长了122.3% 大超市场预期 技术面在半年线获得支撑之后 今天继续向上发力 拐点已经形成 可以继续保持重点留意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第三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是国内少数几家财政信息化服务商 在相提底部获得支撑后走出两连扬的反弹步伐 公司扣费净利润同比增长73.61% 有望在业绩稳定增长的情况之下 股价走出波段上行的节奏 那么关于更多的一些技优科技公司的话 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绝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 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绝经高手 还等什么 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 财报绝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市场行情有时候来得快 去得也快 人性有时在行情里 会显现得酣畅淋漓 没有经历过足够多行情的人 往往是调整的时候不敢买 长起来了又想跟 其实很多问题 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去解决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领取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 它涵盖实用的超底方法 通过连续超跌抢反弹 相对跌幅抢超跌 技术指标抢超跌 三种方法 寻找适合超底的品种 并把握启动时机 抓住超跌机会 帮助你不会超底抄在半山腰 另外附送超底战法之波云见日 注定你识别真突破 提高超底成功率 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 涵盖大部分超底技巧 学会一招 轻松把握低位启动机会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其实从现在看起来 这三个交易日 基本上呢 就是做多围绕着犯TMT 然后如果说有兑现的 或者说周一那根大阴线 开始有兑现的 就基本上围绕着券商金融 还有部分房地产 当然房地产我觉得可能 还有部分资金 愿意去反复的去运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方向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金融股市的 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一下 看看这几个方向 能够重点选哪个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呢 其实今天早上不是特别强 我觉得是到了下午非常强 你看这个它的K线也是 到了下午之后呢 市场发现房地产也下来了 是吧 券商又进一步下跌了 然后拉了数据要素 核心的龙头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人民网 是创了历史新高的 就是把前两天那个高点也打掉了 那么除了数据要素之外呢 就是人工智能 我们看一下 人工智能呢 那这个板块其实也是把前天的这根阴线收复掉了的 而且成交量也是在温和的放量 但是核心的龙头呢 现在没有看到太多 就是反正就超跌了之后都有反弹 半导体我们来看一下 半导体是因为从昨天下午开始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 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公司都是早盘直接涨停开盘的 比如说最核心叫伪测科技早盘19个点开盘 拉了一波 然后还是会砸下来 还有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也是活跃了两天 今天也有1.81%的涨幅 那么券商我们也来看一下 昨天收了一个十字星之后 今天开盘就是低开低走 最终跌了3.33% 我们就看一个吧 指南针 但凡你周一开盘追进去 当天就是20个点 然后今天又跌了8个点 然后还有房地产 房地产今天是跌了1.38% 这个板块我觉得是比较分化的一个板块了 好 我们先来一刷科技这个方向 就哪些TMT方向可以重点做多 大家可以来剖析一下 看看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现在就持续去关注的 李希希先来吧 就在这个选择题之前 我觉得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今年 就是风险快速释放周期的尾段 因为组合权的 政策组合权的推出啊 我觉得整个大的β下降 我判断是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释放的比较充分了 所以以我的风格来讲 我是更愿意在这边去寻找一些 具有紧细度具有独立alpha的一些公司 我认为目前是一段比较好的操作期 因为前期有过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杀跌 导致很多公司其实在最近半年报披露之后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公司就是从今年落宏观的背景下 也在上半年走出了就是它在业绩上 或者说在半年报上交出了一个比较亮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看整个β的拖累 我判断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尾声 所以这边我是愿意去做一些自下而上的机会的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觉得这道选择题当中 我更看好的还是数据要素 其实数据要素我们已经讲了几期了 但是目前来看就是市场选出了高标龙头 但是高标龙头它有这个行业的逻辑 但是我认为就是目前它的运作 其实更多的还是游资或者热钱所为 但是如果你去看就是数据要素 整个这个产业的逻辑来看 其实在数据确权或者天然拥有数据资源的一些公司 其实在底部走出了逐渐企稳向上的一个走势 然后第二点就是最近我看到就是软件类的公司 就是本身对于数据加工 或者数据本身作为它的生产成本 然后进行一些数据加工的这些软件公司 其实最近也走出了 我认为是底部抬高 一些走势非常不错的图形 所以这边我认为就是数据要素呢 在目前看来是处在商业化落地的前夕 我们上次说数据要素是定性 但是没有定价 但是从眼下来看 我觉得整个商业化的落地 定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快一点 也就到了明年1月1号这个数据入表之后 你至少有一点 就是本身它是没有这块资产的 它现在多了一块资产 它很简单的 它就是可以去银行去拿这块资产去做抵押贷款了 然后目前的利息又是比较低的一个利息周期 所以到明年为止这些软件类的公司可能摇身一变 它的资产负债表会一下子好看很多 然后它的可获得的就是筹资现金流 在资产负债表里也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善 所以我觉得从眼下来看 就是软件类的公司 特别是拥有数据资源 数据加工能力的公司 在眼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买点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自销而上的机会 第二呢就是我们看了最近的中报 这不得不说就是在新能源方向 依然是拥有超级紧急度的 就是我们举两个例子吧 就是第一宁德时代 如果你父权看 今年的年限大概到今天为止是上涨了10% 就宁德时代其实今年是不跌的 它是涨了10% 这第一 然后宁德的这个中报赚了200亿出头的一个净利润 比亚迪的中报赚了109亿的净利润 然后比亚迪非常可喜的一点是 他半年报显示 他的自由现金流 就是净现金流达到了接近900亿的水平 也就是这什么概念 就是他既赚了利润 又没有 又不是说把利润赚成资产 是个资产负债表利润 他是真实的拥有自由现金流的一家公司 而且他的毛利率提高的速度也是 我认为是超预期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大背景下 因为它是两家头部的新能源企业 但是它背后躲着一个一长串的供应链的名单 就我在看中报的过程中 我发现到今天为止 就已经披露中报的零部件公司 拥有一大批就是腰部以下的市值 也就是100亿以下市值 可能只有几十亿 但是他们从去年到今年 就这一两年的变化过程中 大概体现了一个 就是他们的原来的净利润水平 可能只有几千万 但是因为随着就是国产新势力的 这个份额的提升 今年是有个大幅度的提升 随着他们的提升之后 他们的供应链 就是主要的优先的供应链 从就是全球的一些头部 就是海外的一些供应商 切换成国产供应商 很多供应链就是首次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中报过后 我看了一下行业的一些数据 我认为这是非常喜人的 随着就是从眼下来看 到明年到或者三到五年的视角 从未来就是国产 智能化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 很多就是国产供应链 可能会复制当年苹果 落地中国供应链之后 产生一个就是利润从几千万到几个亿 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国产供应链会出现 首个十亿以上规模的零部件公司 所以我认为这个相应的市值一定也会提高的 大概如果描述一下 就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 就是国产化零部件供应商的话 他们在中报体现了大概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速 但是到明年可能这个增速还会增加 所以以目前它的估值来看 而且以目前的股价的市值来看 可能只有几十亿 所以我认为它大概率可以归结为一种 叫制造业当中的小而美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我认为可能不止一家 可能是有一个可能有十家以上 就我目前看的中报 就我发现是都不错 然后再提一句就是目前中报来看 就是医美公司的中报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的股价也是处于底部的状态 从今年就是人流恢复以后 进这个医美的一个消费来看 我认为它是具有消费当中 为数不多亮点的 然后股价处在低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还是一个自下而上去选择相关机会的 它建立在我认为就大β下降 已经告一段落的基础上 所以自下而上可以重新提上日程 好 再来听听陶然来说一下 把TMT这个方向 你相对来说比较看好哪个 我认为像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和机器人 这些方向短期来说应该都是比较具有操作上的一些机会的 像今年如果去做题材炒作这一块 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像强者很强的这样一些方向 它往往是进去之后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像一些谈话一些的方向 虽然它可能会反复出现 但是对于操作上想要获得收益的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块呢 这些比较强的这样一些方向 或者说比较具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些方向 它其实有个特点就是 它一定程度是有预期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或者工作环境的 往往这些方向 它的这样一个走势上会来得更强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市场风格的这样一个切换 在多重利好刺激下 虽然指数层面 像主板指数层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可以看到市场的这样一个活跃度有所提升 而之前像券商是一个风向标 因为降樱花吹之后券商会走得很强 但是券商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把这个消息公布之前的这样一个开盘价给跌破了 所以由此可以发现市场其实短期更愿意去在活跃度提升的 这个成交量提升的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些更有弹性 或者说短期爆发力更强的这样一些方向 所以在这个节股眼我们可以看到 像刚刚说到的这些方向 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这段时间开始动了 我们认为它其实符合逻辑 就是资金在短期这段时间想要获取更高的这样一个收益 那么另外从消息面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 这些方向其实多少都有一些催化的 像机器人的话 部分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种 它的中报当中其实也体现出订单 包括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进一步完善 它是有催化的 包括像半导体的话 过程化率的提升 也是有一定的消息面的催化的 包括像科技线如果拉长了 看像消费店子的话 那个苹果的13号会有一个新的发布会 这当中可能是会有反复的这样一些催化 所以特别是接下去的两周 我个人更愿意去相信 这些方向可能是市场的主线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去有所表现 好 稍后回来看看周征的观点 那么接着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陈伟 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陈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您好 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伟 随着科技板块机会的全面展开 接下来的潜力该如何挖掘呢 今天我带来一份选顾的思路 是结合了最新的题材 基本面的低位低价的方向 我认为有较大的空间 观众朋友们可以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领取他们 好 低位低价 是近期科技板块的行情主线 半导体 机器人等诸多分支 短短两天时间反弹幅度 都达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 这也意味着很多目前处于低位 但是具备良好题材和基本面的公司 是非常容易发生补涨行为的 另外资金的流向也告诉我们 未来将继续活跃 很多科技的相关分支 都获得了资金的集中流入 一般来说暗示未来几天 它会继续保持活跃 我们来看一下 科创50的ETF指数的走势情况 观众朋友们已经是等待了近两年时间 它完成筑底 并且在过去的很长时间 它曾经出现过两次金针探底 并且带来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反弹幅度 可惜都没有完成筑底 不过这一次又是周线级别的单针探底 并且进入到反弹的初期 目前我先看短期它有反弹机会 同时我希望这次也能够走出一波趋势 甚至如果这波筑底完成的话 可能就完成一个历史级别底部区间的构建了 因此观众朋友们如果也想把握这次机会的话 那么请您一起来跟我关注今天 那些位于低位低价的优质科技股 大家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这个位于历史级别低位的相关名单 来自于这份资金有抢除迹象 低位低价的科技龙头股的相关资料 好 先领取这份名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的依据 好 首先呢 心理层面更容易获得普通投资者的认可 未来反弹空间会更容易把握 第二 由于前期严重超跌 上方的套牢盘是比较远的 因此反弹状态中容易获得更大的空间机会 第三个 绝对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 即使机构资金有所拉伸 上方的抛牙盘也并不沉重 有利于行情机会朝着趋势的方向进行延伸 所以我们优先关注低位低价这个方向 另外 今天的市场表现也向我们证明了 资金确实在积极涌入这个领域 我们看到奥托电子质引股份 红和科技分别是科技的不同分支 但是今天都出现了涨顶板 而根本原因啊 与他们当前分别只有7.1元 8.1元和8.2元的低股价 似乎有着密切相关 因此呢 投资者朋友们如果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题材的话 您不如简单一面啊 关注一些低位低价的科技选择思路 好 相关的案例大家需要参考的话 那么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资料 叫做资金抢筹的第一位低价的科技龙头股的名单 非常简单 我们把各细分领域的科技龙头选择出来 他们当中有一些啊 今年的业绩还不错 同时呢 又超跌到历史级别的第一位 近期刚刚进入到反弹阶段 尤其是有一些资金抢筹比较踊跃的公司 反弹幅度会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大家先用手机微信扫码领取这份资料 下面我们看一下资料当中的几个重点案例 首先第一个 目前超跌到第一位 下方支撑随时会进入到新的上升趋势的一家公司 要知道 之前两农呀 他分别取得45%和71%的大幅上涨 而这一次他在今年二季度取得净利润 环比高达5倍的利润增速 而最近一个星期呢 又获得247家的机构密集调研 所以呢 资金连续流入之后呢 未来反弹空间会更大 其实呀 早在二季度 公募基金就是大笔增持了将近是218% 所以未来有更多机构关入的话 它的持续性才会更强 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选股依据 再看第二个案例 一个目前股价小于10元的第一位低价小时系品种 依托均线再次啊 有进入到向掌周期的希望 它是具备英伟达的相关概念啊 也是市场上非常受关注的品种之一 由于上半年业绩大增两倍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它的基本面能够提供更大的支持 再看最后一个案例 一个股价小于10元的通信设备龙头 是前期筑底完成 进入到上涨趋势 但是受大凡的拖累 再次回踩了箱体的支撑 今年以来受到了78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考虑到该公司在自动驾驶 卫星互联网等近期非常热门的领域 是具备相关的深入题材的 所以未来的空间将吸引到更多市场人士的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最新的选股思路 大家先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风的二维码 领取这份资料 记住这份资料的名称 叫做资金抢筹的低位科技龙头股的名单 其实这波行情性质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些西风行业龙头品种 尤其是基本面非常优质的 股价位于低位有反弹迹象的公司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最新的分享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交还给观众朋友们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达成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回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 财报绝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 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 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绝经高手 还等什么 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绝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 一开互业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能用成股仁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就撑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AI时代 万物生长 九方智能头顾数字人 九哥 应运而生 没时间看盘 看不清热点 不懂得筛选股票 不清楚事件影响 听不懂金融术语 各种问题都可以提问 上海话 广东话 四川话 多种方言都可以交流 九哥将7乘24小时在线 多方位辅助 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 下载九方整股APP 立即和九哥交流互动 九方智能头顾数字人 基于自研 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利用数字人交互技术 急问急答 多方位辅助 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 下载九方整股APP 获取您的专属智能头顾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第一彩经20周年庆 感恩回馈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彩经有看头加APP 现实领取30天的VIP使用权 大咖在线直播点评 捕捉市场新风口 三部买卖指标 皆是个股的强弱区间 规避交易风险 四维度深度整股 看清趋势走向 功能升级 福利升级 体验升级 现在就下载第一彩经有看头加APP 更多惊喜好礼在等着您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面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呢 今天整体还是以净流出为主 净流出了24.63亿 护股通方面依然是流出比较多 净流出了21.5亿 深股通呢是流出了3.13亿 再来看一下 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 你看两融余额倒是最近 开始有所攀升了 昨天也是攀升的比较明显 在新股方面呢 明天是没有新股可以申购的 也没有新股上市 最后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你看我们今天选项 还是比较多的 五个选项 选择最多的呢 竟然是第五个E 认为这些品种都是一个 超跌轮动的修复 所以啊要适当的降低预期 那么次之的是半导体啊 选择比例有23% 选择比例最少的是机器人板块 只有8% 仓位的情况呢 大家也可以到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了解一下 今天呢略有均衡 昨天就是加仓比例很高 前天是减仓比例很高 今天加仓减仓呢 是都有所均衡的 好接着呢 咱们来说一下周中的课程 在有看头加上周中也是有乐客的 一直也是就是关注着产业趋势的变化 还有呢就是有哪些边际的一些催化 在课程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说在产业趋势 其实基本上也是围绕着 范TMT这个方向里面去挖掘了 所以周中也跟我们来做个选择题 结合着课程 说一说更看好什么 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这个这五个选项除了一步选之外 剩下的都是产业趋势 要去覆盖和跟踪的方向 也是在课程当中 从今天上半年开始吧 就是陆陆续续的 对于这四个方向都在做一些持续的这种跟踪 那相关的一些就是每一个方向的产业趋势 包括它的投资逻辑 其实我们都在课程当中会去做这个分享 那在这里其实就简单的说一下 每个方向可能关注的细分的点 就比方说数据要素的话 那么从我的角度上说 会从可视化和交易这两个层面去做关注 因为首先如果数据未来要能够 这个开始商业化的话 他就必须要首先有一个数据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涨数据要素 涨的最好的不是那些数据 原数据拥有原数据最多的那些商势公司 既不是三大运营商 也不是国资云 也不是很多的这种IP类的这些企业 而涨的好的 要么就是跟数据确权相关的 像人民网 要么就是跟数据可视化相关的 就是跟数据处理相关的一些中小市值的这些公司 弹性会比较好 还有就是未来就是涉及到交易层面的 就比方说跟交易所相关的一些概念 或者说在数据交易过程当中 他能够有一些这种商业盈利模式的 这些小市值公司可能弹性也会比较好 那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下半年一个还是要去跟踪光模块 他未来的一个订单释放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大模型这一块 其实也要去跟踪一下后面大模型 他一些后续这种落地的和商业化的一些这种情况 那像半导体我们觉得一个还是存储芯片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最近 其实存储芯片的部分的产品 就比方说高带宽的存储芯片 其实始终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第五代的内存芯片 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个环比价格上涨的这种趋势 而且未来随着第五代替代第四代的这种趋势 那么像服务器啊消费电子啊 包括电脑啊个人电脑等等 都会往第五代的这个内存芯片进行这个需求的这种释放 还有就是先进封装 因为我们看到部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国产化率提升 这个当中先进封装的作用 其实未来也是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目前比方说我们国内的封装的产能先进封装只占30% 所以未来在先进封装上的扩产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 那对于像机器人的话 我们觉得更多的就会去关注 在人形机器人当中 未来可能会需要使用比较多的一些零部件的方向 就比方说力矩传感器啊这个无框电机啊这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中小市值的公司 所以这几这些四个方向我觉得产业趋势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只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 你在选股上可能还是需要以中小市值的一些个股需要去考虑它的这种弹性 因为从今年整个的宏观的环境上来说 你能够就是既有基本面或者说是利润业绩兑现的 同时又能够获得市场认同的板块几乎没有 就很少要么就是有业绩市场不认同 要么就是市场认同 但是短期它兑现不了利润和收入 它更多的是一个事件驱动或者说是一个题材驱动的这种模式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我们觉得今年其实更多的还是以偏成长题材的这个方向 做主要的这么一个抓手 好 再来听听陶然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 我认为短期的话还是去博弈刚刚讲到的 这样一些题材的这样一些操作机会 因为如果从当前的市场风格上来看 如果这些品种都开始转弱了 那么可能市场就要进入到刚刚讲到的消息被催化之后 冷却下来可能进一步筑底的这样一个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可能操作难度就会更大了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可能是一个窗口期吧 就是对于这些之前消息很强的情况 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的确有加速的迹象 人民币国际化处于何种阶段 现在是包括在外并odle1-2润